他黑白還是紅 對 有白白 黑還是紅 拜託 紅 一 二 四 三 紅了 一 二 五 中間 可是我這個中間是告訴你 你會治好 可是不代表你沒病 好不好 有病聽起來很可怕 往好的方向走就是好的 其實 我想讓天蠍代表所有的水象星座 巨蟹 天蠍 雙魚 我們都是在這一欄裡面 可是其他兩個可能還沒有天蠍這麼有決心 我們三個水象星座都處於亞健康狀態 就是不怎麼健康 真的耶 所以你的不健康很可能來自於 就是你有內心的煩惱 然後你有一些內部的問題 我所謂內部問題是 就是說不定你的內臟有在發炎 有變怎麼樣 你不知道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可能家裡的事讓你很煩 或你有心事讓你很煩 各位都很清楚嘛 身心靈 身心靈 你心裡很煩 就會變成你身體上的疾病 所以你也正在培養疾病當中 天啊 是慢性的嗎 可是它還沒有發作 所以我把你擺在第二 是因為你可能有一些劲頭出來 比如說牙齒開始不太好啊 身帶開始不太好啦 眼睛開始不太好啦 所以這些都是默默的在提醒水象星座 不只是天蠍 巨蟹也好 對 雙魚也好 都在提醒你 你該聽起來了 你該為你的健康做點打算了 比如說你如果胖的話 你瘦一點可能以後去 那個疾病發出來的機會 就比較少一點 沒錯沒錯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能 你不能再等明年再減 後天再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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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給我開始減之類的 那我們一起 好的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 幹嘛那麼無力 一起嗎 我可以帶你們一起減肥啊 對吧 不用 他是認真的喔 你好好的休息 一定讓你一個月瘦五光筋 要不要好好喉嚨 我哪有五光筋可以瘦啊 你喉嚨好好休息 我讓你練出肌肉 我不用練 我給你菜單 不用 你真的不用 不用逼我 我跟老唐 老唐真的 我們會 老唐 老唐 老唐是變老唐了 OK 好 所以天蠍 我為什麼把天蠍擺在這裡呢 天蠍可能是裡面 警訊比較明顯的 比如說聲帶啦 就有一些零件開始出問題了 那這個零件你就趕快去治 以及它已經提醒了天蠍座 那天蠍座就像JR這種個性嘛 就是我們不做則以 一做就是要斬草除荷 所以你會信 你會在病沒有發作之前 有機會產出它 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對 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然後你的健康其實是正在優化當中 可是你要提高警覺 你要面對問題 安排後 所以我把你放在第二瓶 好 老師獅子座的部位 獅子座 獅子座沒有上榜 恭喜 恭喜 沒事沒事 下半年safe 沒有好也沒有壞 對 這樣很好 safe 所以這個會好 對 它那個算意外 它那個不算健康 你看它有健康的煩惱 不過那個 因為妳是火象星座嘛 對 火象星座 現場我們還有 子萱也是 射手座 對 射手 也 子萱 你也是火象星座 其實火象星座是 上半年跟去年 健康運比較差 喔 過過啦 要過了 要過了 對 它們要過了 太好了 太好了這樣 待會兒 它只有獅子過啦 獅子比較有這種 我們說的 比如說 刀火燙傷開刀等等 那這個部分已經過了 那所以 妳沒有 妳上身在哪裡啊 上身在 好像是射手 射手 太陽上身都要看啦 待會兒就看有沒有射手上榜 好 剛剛是不是有說 水象星座的人 心裡不要放太多的事 對 所以心裡不要想那麼多 對 那當然 心裡的上身是水瓶 對 所以我們也要看一下 水瓶的運勢怎麼樣 好不好 這個時候就要講一下風向了 風向星座 我剛剛才跟心裡說 這個狀況很可能 妳要衝著這個毛病 露出來的所謂的隱憂 或所謂的那種內在威脅 這個東西 要到2026年 所以已經不是下半年的問題了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天瓶也好 水瓶也好 或雙子 因為雙子現在有木星 所以可能氣勢還夯一點 但這兩個星座可能要注意 你們有老毛病的問題 老毛病 比如說像天瓶座 就是如果你超過頭了 你那種自己都很明顯的感覺到 體能下降了啦 然後或者是本來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內分泌失調 或者是一直有什麼奇怪的病 比如說有一些人一忙就發疹子 這一類的 這些都會在下半年發作 用這種方法來提醒你 可是你們的問題跟我們不一樣 天蠍是急性症狀 你們是慢性症狀 就不能不管它 你不能不管它 可是它又很隱晦 然後它又很 好像你可以忍耐似的 可是 或者是類似你看連檢查一下 那個報告都可以拖很久 拖很久耶 所以這兩個星座的問題就在於 那個問題是拖很久的 所以你要格外的有耐心 跟真的要把它當一件事來看 可是它就會變得很煩嘛 因為這個健康問題就可能會 拖慢了你的工作進度 或者是會干擾了你的正常生活 所以可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但它一定是長期累積下來的 所以你得去承受它了 所以我要提醒這兩個星座 不要掉以輕心 身體有任何警訊 或身體出現任何怪病 有時候會變成檢查不出來是什麼 但你還是要繼續檢查 你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就覺得 應該沒事吧 代表已經有事了 已經有事了 雙魚呢 雙魚有上榜嗎 雙魚就是我們同組 跟天蝎同組 對 我覺得雙魚本身是還好 巨蟹 巨蟹 有喔 有喔 巨蟹 因為我們空格還很多 對 要填滿 要填滿 巨蟹在這裡 有喔 上升跟太陽都要看嗎 對 上升太陽 另外一個在這裡 摩羯 我們現場沒有土相 所以我就把它貼上來了 都是第一名 他們的健康的功位都有被震動到 那萱萱我們剛剛是不是說 水象星座是不是跟心理狀況有關係 對 還有可能也有一種隱性的因子被勾出來 因為木星來到了巨蟹的十二宮 所以那個宮位 第一 工作也忙 第二 非常操煩 警告操煩 就是說你 這段時間其實是非常需要休息的 所以一旦生病 所以反而是給巨蟹做休息的機會 這樣講是很好聽啦 有的人就是去住院 所以要特別特別的當心 休息反而去住院了 就是住院 住院就是休息 休息不得不要 因為如果巨蟹不注意 就搞不好要搞到要住院 真的假的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莫名的病 對 莫名其妙的 查不出病因的 找不到原油的 或類似你剛剛講的 什麼環境的因素 環境的因素就防不勝防 對 或內分蜜系統防不勝防 所以巨蟹要注意的反而是這些 它不太是一個目標 就你是肝的問題 你是哪裡出問題 動個手術 或者是吃哪一種 解決 你看巨蟹比較困擾 就是很難解決 而且我那個是會反覆發生 就一個禮拜可能好幾次 然後吃了要壓下來 然後又發 壓下來又發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這種問題 你第一個 你當然身心靈的部分要加強 比如說如果可以靜坐的話 聽一些放鬆的音樂 這些都會有幫助 那如果有信仰的話 拜拜 或者是求一下神明保佑 我覺得也會有幫助 那這就是說 讓你安心很重要 我覺得巨蟹現在心很不安 不是喔 對 心比較晃動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是 他不高興 但是他沒有說錯 會不會是因為太忙 也有可能 因為這個巨蟹的下半年 非常非常的忙 那摩羯的話 摩羯 太陽上升摩羯的人 你就是有 我們剛剛講的 幸好你是有問題 那個問題是明明白白的 該哪裡有問題 要治哪裡的那一種 所以開始進入療程的概念 以及也是屬於這一組 巨蟹摩羯 都是工作非常的忙 你要注意過勞 尤其是你的team 很容易有狀況 你的工作team 很容易有狀況 那比如說 就這個人辭職了 你去支援 你也不能說什麼 所以你就會 不知不覺工作量增多 或忽然間有什麼停工 然後可是你要燒錢 這一類的 會讓你操缓這個 那如果是工作量很大 然後是好的工作量大 因為大家都指明要你 這就是工作運很好 但是好就會操到 生病 就會操到 那這個是第一名 自己注意一下 子玄是這首座 你來說 這首座 你如果發現我們上半年 我就有說他們上半年的問題 是挺大的 好 那下半年呢 也還在這裡 對 射手還是要注意 因為你的問題 已經被引發出來了 然後現在就是治療當中 所以下半年 你是持續的治療當中 而且如果這下半年 你不好好治療 它還是會時不時的 出來跟你作對 好恐怖 所以不要再用 我們剛剛講的 過度的樂觀 假裝沒事 這種樂觀 射手本來就很樂觀 但是這個樂觀不能這樣用 用在健康 我覺得過去的一整年裡面 很多射手應該已經嚇到了 在健康方面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這麼不健康過 問題一一爆發 身體好像不是你自己的 你不能自控 你本來可以用什麼方法 那些偏方什麼都不行 全部都不行 所以你只能夠認認真真的 好好解決你的健康問題 面對問題 面對問題 會不會看醫生 還有兩項 好 還有兩項 我們來公布一下 這兩個都是好的 現場倒是沒有人在 第三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處女座的話 我們剛剛講 心情會影響到生理 對不對 那我覺得處女座 有機會是因為 心情變得比較好了 他們過去的一年 也是健康運不怎麼樣 他們有一點像方瑜 是曾經比如說 跌打損傷這種 或者是操勞過度 但是隨著運的轉變 他們有變得比較好 然後有被肯定 然後工作量好像是 他能做的那個範圍 然後也做得比較開心 然後過去的傷 如果他曾經有過骨折 差不多現在也好了 所以他身心的整個狀況 都越來越好 見入佳景 對 我就給他第三名 那再來就是第一名 誰 先慕 好奇 算不算水的嗎 滿順的 第一名那就是 金牛 金牛座 金牛座也是去年有問題 去年有問題 但是他們歷經圖治 然後 而且他們做了很大的動作 很多金牛座的動作是 斷捨離 比如說我很累是不是 工作辭掉 公司關掉 撥分手 對 他們走的是這個路線 是真的很認真的 在面對自己的問題 而且他一旦想養生 他是會把自己照顧得非常 我有時候歸依佛名 我覺得要養生了 吃素 他覺得很徹底 會變一個人 可以直接斷掉那種 是 他跟處女不一樣 處女是等著外界環境變了 我越來越好 我覺得金牛是我自己想變 對 所以他也的確讓自己越來越好 而且有的金牛也改變了他的習慣 比如說不運動的也去運動了 本來不吃蔬菜的 開始吃蔬菜了 吃蔬菜 對 他們如果你是金牛座 然後你願意改變的話 你現在的狀況一定是非常的好